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新增使用者 如果你的电脑是给两个人或多个人同时使用 但基于隐私性或安全性 不愿意大家使用同一个账号时 就可以新增使用者来建立自己的个人操作环境和档案 因为这一篇教学请教导基本操作 所以只介绍简单的操作 其余进阶操作会在其他篇教学介绍 首先打开系统编号设定 选择使用者与群组 按锁头以下来进行解锁 然后输入管理者名称和密码 按一下账号列表下面的加 现在谈出新增账号的选单 在新增账号选择你要的管理权限 这边介绍一下账号类型 管理者 管理者可以建立删除和修改其他账号 安装公用软体和更改系统设定 一般 可以安装软体供自己使用 并更改与自己账号相关的设定 但是无法管理其他账号 使用分级保护控制来管理 管理者可以限制这个账号取用应用程式和不适当的内容 并限制使用者可以使用电脑的时间 仅共享 仅共享的使用者可以取用管理者设定好共享的档案 但是无法登录电脑或更改电脑的设定 群组 群组账号包含其他使用者账号 且用于设定共享档案的群线 这里先选择管理者 全民输入你想要的名称 比如Apple 将滑鼠移到账号名称 账号名称自动产生Apple 账号名称就是个人专属目录名称 这个栏位会自动拒绝用数字开头和中文 所以名称第一个字必须是英文 在密码和验证栏中输入密码 然后在密码提示输入提示来帮助基础密码 比如说我输入数字1 密码提示输入中文字1 按下建立使用者 Apple这个使用者已经建立好了 接下来点选一下登录选项 自动登录现在是预设开机时自动登录 1002这个账号 现在将自动登录选择关闭 显示登录视窗 选择使用者列表 这两个选项设定好 下次开机时就会出现需要输入密码的登录视窗 至于下面这三个选项 都是在登录视窗时会出现的选项 这三个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设定 因为很简单我就不做解释 将快速使用者切换显示为全名这边 建议是用全名 因为全名是比较直觉式的名称 接下来这个选项是在开机出现登录视窗时 会出现中文语音提示操作 因为很吵也没有帮助 建议是不要打勾 最后将锁头关闭 就设定成功了 设定使用者账号 可以让你的电脑让多人使用 又兼顾个人化 安全性和隐私性 谢谢